歐洲杯精湛震撼 也是吸引了很多中國球迷 在湖北武漢有許多酒吧餐廳 就成為了球迷們現場觀賽的極具地 那麼當地的夜間消費也是迎來了小高峰 我們到現場去了解一下 6月15號凌晨3點 記者來到武漢的一家酒吧看到 門店內座無虛席 幾塊電視大屏正在實時轉播 2024歐洲杯賽事 大家邊喝酒邊觀看直播 時不時爆發喝彩 服務人員手上忙碌不停 抓緊製作點單酒品 在酒吧看球和在家看球 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體驗 酒吧首先一個氛圍感在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它這電視比我家大 3點25分 記者來到另一家酒吧餐廳 同樣看到不少球迷在店內觀賽 塗了點上幾杯啤酒 不少球迷還購買了燒烤三明治的 一邊享受美食一邊享受球賽 看球的時候就是每一個球 比如說球傳過來球踢過去 就後面的這些朋友們就特別 就是特別激動 就哇就開始叫起來 就是我在家裡是完全沒有這種氛圍的 由於歐洲杯賽事 一般都在北京時間凌晨開賽 許多商家還紛紛調整營業時間 給消費者更好的觀賽體驗 對我們的客流量提升是很大的 基本上就是30%以上 我們會推出一些啤酒的套餐啊 一些很好的一些西餐都有 基本上每個客人都會點 正常的營業時間的話是晚上7點 到凌晨2點 像歐洲杯期間的話 我們營業時間就延長到凌晨5點 除了線下 更多球迷選擇在家中觀看賽事直播 而不少球迷看球時會下單外賣 如啤酒 燒烤 小龍蝦的 很多商家推出豐富的外賣套餐 增加工作人員班次 應對觀賽期間的外賣訂單高峰 一夜時間就11點10分到凌晨的1點45分 日均每個門店大概是240單左右吧 我們訂單量會比同期 可能會有15%到20%的增長